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这个月的前幕故居 参加这一次这个月的历史人物讲座 依然是继续上个月这个话题 我向各位报告桑耳乘于列传 就像上个月所讲的 桑耳乘于列传这篇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他其实跟友谊人友有很密切的关系 当时桑耳跟陈瑜这两个人 在他们年轻最贫困的时候 在他们最贫穷也是最落魄的时候 他们两人是天下间最知名的 最具名气的 名人也是生死之交 他们的友谊是被整个世界共同见证 可是史记在写这一段 太史公在写这一段 记载他们年轻时那段真挚的友谊 同时也记录 当他们都得各自得到权利 得到地位后 当他们卷入复杂的利益冲突后 最后他们也变成天下间最知名的仇敌 而这之间发生什么 就是这篇 接下来我们这个月 我们要向各位报告 史记中有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友谊关系 就像广英列传 广众说生我者父母 日我者抱子 但是太史公看到张尔跟陈渝也不得不感叹 为什么纯真的友谊会变质呢 人与人之间到底有没有能不能发展出永恒的关系呢 我记得我曾年轻时看过一本日本小说家 他在书前北页上有一段题词 他说 请问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 人与人之间到底有没有永恒的关系 他说我相信有 你觉得他是这样子一题词 我在大学教书 看到不少学生写作文 当他们回顾年轻的高中生活时 回顾年轻高中三年最诚挚的 那个高中三年生活时 他们在结尾都说 希望他们在高中的好友 感情 友谊 一辈子不要变 我们的确会有这样 对人心 对友谊 美好的愿望 以及想象 但友谊会不会改变 这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太史公为什么遭远于这个课题 你说太史公对人性有没有绝望 我不晓得太史公的想法是什么 不过太史公告诉你 就你历史上而言 的确有那种不变的永恒的友谊 如同管仲跟暴蜀 当然也有那种改变的 这里其实不是一个人性好坏的问题 只是人心的确在变跟不变之中 而太史公亲身遭遇是 他曾经被朋友背叛过 所以他特别肯定管仲跟暴蜀 同时他也写张尔跟陈渝这一段 讲他们所处的那种复杂的历史情境 逼着他们得做复杂的选择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月 接下来所要报告 好我们快速跳过这些 容我向各位报告 遇入之战 这场关键性的战争 可以说这是在秦朝末年一场 决定形势变化的大战 而也就在这场大战之中 张尔跟陈渝各自被逼得得做复杂的道德选择 不过前面讲 当秦将张涵引兵 他率领部队到了邯郸 当时秦将 当时秦将张涵打到了邯郸 想要一举解决在造地的叛乱分子 各地叛乱的养革命的叛乱分子 不过张涵为了解决 他采取了那种 净乎毁灭式的方式来解决 他说皆喜齐民河内 什么意思 他把当时造地的人民南迁 同时打到哪里 就把当地的城池倒平 有人说张涵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方面 他是怕 秦的部队一旦离开这个地区 秦部队的统治力一旦离开 那个地方 平定的地方会再次造反 所以为了不让人们有造反的本钱 他就把当地的城池 也就是全部判除 敌品 毁灭 这其实这四个不是太对秦军来说 不算是一个太好的征兆 当时秦对整个局面的把握 已经没有太多的余裕 所以只能用这样子 净乎毁灭式的方法 来降低 人们叛乱的可能 后来张尔跟赵王歇 走入陶境 在道地造地 北方造地 聚入城 而王里率军包围之 注意这个围字 讲注意 说明这场战争是一场包围战 那至于在外的陈渝呢 则往北陆陆陆续续的去接收 北方的部队 得数万人 均驻入北 驻扎在驻入的北方 而张寒军 当时没有直接包围 当时没有直接包围 驻入城 张寒军驻扎在驻入的南部 组涌道 建了一条梁道 连接河 重要是运梁 这场永道运梁的军事通道 是这场包围战的关键 我们若是拿这个图做示意图来说 陈渝在北边 而张寒在南边 而这条 连到外面包围军的就是梁道 各位陆有兴趣读史书 大概我们会发觉在冷兵器时代 当时 左传里面春秋战果时代 会特别区分两种 工程的方式 我们现在因为时代改变 因为科技 战争的方式有多样的改变 就像现在那个什么 美国 那个索尔跟乌克兰作战 媒体评论大概都得承认 这场战争反映出 这个时代多样化的战争方式 包括舆论战 包括经济战 包括金融战 当然还有实体战争 不过在以前没有这么多什么 没有这么多花样 当时战争方式还是以工程为主 能不能攻下城池意味着你能不能占领一片广大的地区 工程帮人略地 而在古代工程基本上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强攻 这个比耗时比较短 不过当时牺牲很惨烈 一个是讲包围战 就是攻击方把守城团团围住 这种包围 但是你说两方 工程帮跟守城帮两个 是不是一定会被交战 当然也会交战 但这种战术的方式的核心基本上就是一种经济上的消耗战 谁先被耗垮了 谁就得服输 对 这种包围战主要就是看工跟守哪一方支撑不下去 谁就输掉 所以那个时候美军不断地在舆论上宣传 苏联经济即将破产 苏联的货币也即将贬值 以证明苏二再也消耗不下去 不过那个目前就苏联经济的表现来说 可能跟英美所希望达到的国际宣传 效果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若是回顾 聚入之战之中 在聚入城 城池被外面的勤军团团包围 而张良 抖住这条运良的通道 如果就包围战本身 消耗战本身 聚入城 无论如何 都很难是在外包围的勤军 的对手 勤军只要这条运良的通道没有被打断 基本上就是立于所谓的不败之地 这场聚入之战 勤军的胜利 倘若没有后来项羽 坚决的英勇表现 勤的胜利 指日可待的 仍我禀述一些在网络上抓到对于聚入之战的描述 因为实际写到聚入之传 特别详细的是写 是在项羽本纪 还有在这篇 而聚入之战是在秦桃末年 项羽率五万储君 当然后其各路的 在外聚入在外的十几支各路诸侯君 也共同参战 不过他们参战是在后期 项羽率五万储君 同秦将张寒王黎 所率的四十万秦军主力 在聚入军一场重大决战 在各路诸侯尾缩不尽时 向于卧府成州 以大无畏精神 率先猛攻秦军两道 进而带动各路诸侯君 一同击溃秦军主力 进而在八个月后 逼降张寒的二十万秦军投降 很多人读史记 特别是读项羽本记 会导演于项羽 在这场战争中的英勇无畏表现 也当然也得承认 太史公写这段战争 极其精彩 在这场战争中 向于也赢得各路诸侯君的领袖地位 这是一个关键 可以这么说 向于凭着聚入之战 他成为诸侯上将军 确定他在各路诸侯君中 能够操纵以及掌握 最多的枪杆子 而枪杆子出政权 老毛说的 所以后来向于成为西楚霸王 可以这么说 向于之所以能赢得天下的关键 就是聚入之战 没有聚入之战 向于算哪根冲 向于顶多在处地 有影响力 经过聚入之战的加持 向于成为王子 去除霸 不过我们讲聚入之战 我们从这篇张尔跟成为列传 我们的重点不是放在想 我们重点是放在 就在这场关键性的大战中 许多人都得因为种种复杂的因素 被以铺 去面对复杂的情景 而做出 被逼的做出复杂 不得已的选择 张尔成略战说 在外包围聚入城的王黎 勤将王黎 兵实众多 急功聚入 而聚入的状况呢 城中拾尽兵少 不仅没怎么得吃 而且走位的士兵也越来越少 张尔为了自救 赶紧派人 去造建 陈渝 希望陈渝来救 这不仅是为了革命 也不仅为了保住赵的势力 张尔也想活下去 而陈渝 史书说 日渡 注意 揣渡 这里面有厉害的盘算 张尔觉得自己 兵源实在是太少 不敌情 实在 比不上情 不敢往前 因此不敢来救 其实对张尔来说 救 还是见死不救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军事的问题 战争中 这一种对于厉害的盘算 本来就是战争的一部分 所以孙子兵法说 妙算多者胜 少 就输 那妙算 不就是一种 复杂的 厉害盘算 当然孙子兵法 所谓的厉害盘算 他又跟我们现在一般 找演于物质利益的厉害盘算 有很大的距离 各位若有机会去看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从到天地降法 从一个国家的整体大战略 到这样的环境 到人事 之后再到具体的利益问题 做大结算 然后决定战争的胜负 当然同样是计算 陈渝这边的计算 只在乎自己的力量 够不够 陈渝想 倘若要救 我真的要救 力量够吗 眼看力量实在不足 那还应该要救吗 若是不救 张尔说 你对得起我吗 对得起过去 我们之间真诚的友谊吗 我们不是生死之交吗 然而生死之交 恶人的之间的生死之交 就能决定 这样关键的战争胜负 各位 这是一个中国人 日秘的问题 容我讲一段 跟这个地方没有关系的例子 当然你说这样的讲法 日合乎死时 我们先不谈 因为我接下来说 讲的这个故事 来自于三国演义 注意 三国演义 演就是敷衍 三五演义 人家说七十三虚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虚在哪里 三五演义中 为什么人们对三国演义 这段故事这么着迷 就是刘冠宗在这里面讲的一段 人与人之间那种最真诚的道义是什么 这段真诚的道义是什么 就是当时 当时关羽 因为一时而大意被冬吾灭 当时 刘备 为了兄弟情义 忽然起兵 打冬 城乡诸葛亮 劝刘备 为了顾全大局 应该联合冬吾 共同抗朝朝 这才是真正的大局 这才是最合乎利益盘算 最合乎国家利益 可是刘备说 我当年桃团三结议说 宁愿同年同月同日生 不能农愿 不是我说错 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就这番情义 随我起兵 冤决起兵 宁愿起兵 但 人们看到这一段 虽然不知是真是假 可是演绎这段 动人就在于 刘备可以为了这段感情 握出一切 去拼 那相对来说 陈宇 做不到 所以三国演义的开头 会从桃园三结议 做开头 讲 这番情 哪怕失败 也动人 但是 若你只早眼于 政治上厉害盘窗 你也不得不说 蠢蛋啊 刘备真是蠢蛋 一句话 刘备死 诸葛亮立刻 联武 抗朝 继续决断政策 不过陈宇 显然在这里 在牺牲自己 大量兵力 和顾全友谊 跟情意 这样的选择中 在利益 跟友情之中 他该怎么办 各位 在这种复杂的判决中 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善恶可言 成于见死不救 未必是错 他无法顾全这段友谊 他无法顾全这段友谊 也实在不得已 后来事情过了几个月 张尔 大怒 怨成于 觉得他背叛这段关系 觉得他见死不救 因此张尔派两个手下 张掩 成哲 往 让 让就是痛骂 跑去 责备 成于 这两个人说 当初 吴 与公 就是张尔说 我跟你不是为文景的生死之交 我们可以约定同生共死啊 今天王 赵王耕耳 弹幕 很快 就将死掉 我们已经走到了绝境了 而你在外 永兵数万 不肯相救 对得起 我们之间的关系 安在其 相畏死 狗必信 如果你真的 信守道义 何不 一起 不秦军 据此就是 我们约好同一天 一起攻打秦军 成里成外 一起与秦军拼命 也许三国研印中的刘备 他就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说 且 有十一日 就是 或许 兵力之中还能保留 十分之一了 那什么意思 五万人大概死到只剩下 其中四万五 大概都 九十的人都会牺牲掉 也许还有一点 赢得胜利的期望 其实这个胜利机会很渺茫 这跟赌博基本上很接近 可是 陈渝拒绝 陈渝说 五度 注意那个度 就是揣度 就是一种厉害的计算 陈渝在这里很清楚的 就直接拒绝 他很清楚的告诉你 钱 即使 攻击秦军 结果 无论如何 实在是无法 拯救 到底 也无法解决 巨入之战 问题 图禁王军 只是 白白牺牲 而觉得 陈渝而且 觉得这种牺牲 毫无意义啊 还不如活下来 陈渝说 且于 所以不拒绝 为什么 我不愿意参加你那种 一起 内外夹攻的 这样的句话 只是为了留到日后 为赵王 以及张军 报仇 今天你如果真的逼我要打 那只是以肉 为恶虎 那等于拿块肥肉去丢 欺恶老虎 一点意义都没有 而这场巨入之战中 逼到 以导进尺导致 张成两人关系决裂 就在于这一边的算计中 陈渝说 这样去牺牲兵力 没有意义 倒不如留待日后 为别人报仇 当然我们若进一步问 真的会报仇吗 不知道 不过陈渝显然断定 眼前就这样去牺牲 没有意义 没有效果 而在那个时候 没有意义 没有效果 就根本不值得做 嗯 可是张尔跟陈泽 张也跟陈泽说 事情都已经紧急到这个地方 你若不以据实 立信 确定的道义 安子侯 这个简单来说 这是用道德绑架 就是 这两个 这两个 张尔人 逼成于 一定要做些表示 一定要做些表示 后来陈渝被逼得实在 实在无可奈何 无死 曾渝说 我觉得死 故以为无疑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们真的逼我出兵 那就出吧 因此就吵吵 掉拨五千人 让这两个人 先去攻击秦军 而这两个人果然 到了 也都牺牲 被秦军给杀死 古人说 陈渝不救赵 不失为 辞重 在理性上来说 没有错 可是 古人说 真正 错着 或是在道德上 有问题的事 他明明知道 这样的牺牲 派人去牺牲 没有意义 可是他却去送 陈泽张尔去死 他其实是敷衍 苟且 他有敷衍的意思 任人之间 一旦有这样的敷衍 这就不是真情 我读读史书 中国读史书有很多方法 有时候你放开 自己的眼光 从打局来看 有时候你可以带路 进去来看 不过读到这里 我来看张尔跟陈渝 其实陈渝为了自保 自立的 保全兵力的立场上 陈渝不肯出兵 说不上是坏 也未必就真的是一种错 难道真的非要为了友情 就不顾一切的牺牲 自己的力量 陈渝为了自保 真的有错吗 其实这个也未必 这个也未必 后来当时 各路造反军 包括更北一点的燕 齐 楚 听到造地的去路危急 都来救 他们为了大局 也都知道 这时候不来救 到时候 影响很坏 大家都会倒霉 张傲 注意张傲是谁 张傲是张傲的儿子 也往北接收人马 得万余人 来 也困于集市 避于旁 就直接驻扎在陈渝的旁边 也同样未感激情 也就是说 张尔的儿子 他就连他自己的儿子 也同样 受困于力量 见死不救 可以说 陈渝所面对的道德情形 是一个极其严酷的 在战争的过程中 就连张尔自己的儿子 也都考量到 自己力量不足 只好见死不救 因此 我们从张尔的做法来看 我们真的可以去严格的去 责备陈渝吗 所以就像 老师所说的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里啊 陈渝所做的 也未必是坏事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 像刘备演绎 三国演绎中 刘备那样的选择 后来 就在 成张尔成于列传 后来补述了 后来 项羽 兵 数决 数次打断 张寒的勇道 量道 王黎君 罚食 后来项羽 吸引兵渡河 碎破张寒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 就在各路造反军 萎缩不尽时 项羽 破釜沉舟 以大无畏的精神 猛攻 勤军量道 第一个先断 勤军量道 第二个 再带领诸侯军 击溃勤军主力 最后赢得胜利 等到张寒 引兵解 率领部队解散 张寒的部队被打击溃了 后来诸侯军才敢 以 为巨鹿 秦军 才敢对包围巨鹿的秦国部队发动 总攻击 因此 遂俘虏的王黎 而射尖自杀 秦将射射尖自杀 而史书说 最后说 真正解决 巨鹿困局的 福利 项羽啊 是项羽的力量 后来等到了张欧少王邪张尔 逃出升天 离开巨鹿 并进一步 感谢诸侯 后来张尔跟陈渝 见面了 战后见面 张尔立刻责备陈渝 你为什么 见死不久 还问 当初我拍的两个手下人呢 陈渝 也愤怒的反驳说 你那两个手下 已逼死 逼我出兵 我派五千人 兼攻击秦军 他们死了 都死了 张尔不信 我想张尔这个时候 也对陈渝 有愤怒 就在这之间 生死之间 达尔还在用 他用最坏的角度 对阴暗的角度是 你会不会偷偷 坑了 我那两个手下 为了让你逃避问题 或是逃避 面对 难堪的处境 你就杀掉 我的手下 假装 没得到消息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当然这样的 假设 这些阴暗 他几乎把陈渝看扁 陈渝愤怒说 我想都想不到 你恨我恨到 君子忘成 就是忘记愿 恨我恨到这个程度 陈渝愿怒说 你难道真以为 你成为动趣家 你真的以为我这么看重 将军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将军意思就是 你真的看重原力 利益 以及将军所具有的兵力 注意兵力 这些都是在当时天下的关键 据说陈渝当时 说着说着 利益的就把随身的印章 丢到桌上 推给张儿 张儿也认了 不接受 就在那个时候 一时一论 他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后来陈渝 他怒到 实在难以冷静 于是 起身 跑去外面如侧 想让自己冷静一下 可是 张儿的门客就 盯进去 张儿说 他说陈渝 天于不取 天于就是给予 上天给予你的好处 你不拿 反受其就 你一定会得 一定会倒大霉 这个天于不取 反受其就 这是一个从春秋以来 就有的俗语 意思就是上天若是 信于你 神若是主义你 要给你好处 你不拿 那信于女神就会翻脸了 他说金将军 与 金陈将军与军运 今天陈渝把 把 将印 丢在桌上 你不拿 反天不想 绝对不吉利 你赶快去拿 后来陈张儿乃配其印 收其会将 各位注意 这个拿将印这件事情 注意不只是拿将印这回事情 那个印是一个硬性 那是一个凭证 张儿赶紧拿这个硬性 注意那个硬性不光只是硬性 我凭那个硬性可以 在第一时间 在第一时间全面的把陈渝的冰那五六万人的冰力凭着这个调兵的硬性一举 剥夺 指数说 配其印 收其灰下 这四个字 讲的轻轻松 那意思就是 就在那一刹那 短短的几分钟之间 凭着这个硬性 张儿就可以把陈渝的冰 全面抢走啊 各位 这事情讲这边说 讲的就这么一回事情 而在各位要晓得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 冰就是 日后 打天下的本钱 以及日后 有龙华富贵的依趣啊 没有冰 打什么仗 造什么反 张儿在第一时间 拿着陈将军陈渝的印 接收陈渝的部下 换言是他一举剥夺了陈渝 日后 打天下的本钱 还有力量 以至于让陈渝被迫 提前出局 离开这个真天下游戏 草草离开真天下的大战 而被迫退隐江湖 等到陈渝回来 一看发觉 天哪 竟然他所有的兵 都被张儿 抢走 陈渝回来也恨 张儿不辣 不推辞 气得离开 去就是 消跑不离开 而张儿 碎周骑兵 注意 抢兵力是一回事 本质上是 张儿 剥夺了 陈渝的利益 以至于他们两个 变成生死大仇 太史公讲这里 就是高丁讲 为什么 大跟陈渝之间的友谊会变质 关键就在利益之争 所以我们若是来说 人与人之间 仿若 争权到这种利益之争 那是否有永恒的关系呢 就很难解 不管怎么讲 就像我课堂上常讲 金钱的确对人们 对人类来说 它是一个最考验情感 的一个关键 那陈渝之后 只能吵吵的 独自于挥下 所善 他自己所亲近的 数百人 他最亲近的手下 带着他去和尚 折中于脸 这不就是被迫退隐江湖吗 因此陈渝章儿 睡游戏 他们有接下生死大仇 在这里 古人有些评语是值得留意的 有人说 陈渝把硬性解下 他真的对公民 他真的不在乎公民立路吗 这大概都是一种表演 我想陈渝只是想借此来 向张尔表白 将以白 其心就是 我没有恋战权力的心 恋战利益的心 而欲以 就是希望借此 结束 终止张尔对自己的苛责 同时让张尔原谅他 见死不救 他都没有 他只是陈渝没有想到张尔 尽不原谅 最后竟然听从门客的计划 甘心 自觉于 就是跟陈渝断绝关系 两夺他手下的兵力 掠夺他手下的利益 因此两人之交不忠 为千古孝子 他说张尔先得罪陈渝 简单来说 简单的话就是 陈渝脱节应兽 只是为了表明 不恋战权力的决心 不过他弄小成轴了 后来给了张尔全面接管 以及全面抢夺 陈渝本钱的机会 致死两人结下生死大怨 利益啊利益啊 就像霍兽列弹说天下人西西拉王来就是为了利益 西西拉王要去也是为了利益 在怀音后列传中 当时最有名的辩士宽通 也曾提到以及评论张尔跟陈渝这两人之间的关系 讲法其实跟我们刚才说讲的很接近 他说史长山王 就是张尔 陈安君 就是陈渝 他说为不一时 相遇为文锦之交 当他们年轻时最穷困的时候 他们相互为文锦之交 后来因为张也成则之事 两人相怨 长山王被向王逃归于汉王 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 后来汉王列宾给张尔和东夏 杀陈安君 池水之南 这个在怀音后列传 陈渝 投手益处 诸为天下效 宽通下了一个段语 这个段语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讲人类的感情 之所以不确定 其实来自于利益 来自于欲望 他说此二人相遇 这两人相处之密切 天下自欢言 是天下人共同见证 友谊的极致 而到最后两人互相撕杀 关系为什么会变 怀通说 幻生于多欲 而人心难扯 这里用的词道很精准 注意不是人性 是人性 人性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 善恶 距离现在 其实很 其实那个 跟这里 其实关系不大 但人心 则由许许多多 后天因素所影响 就像是孟子那段话 此意识 此时 彼义时 注意人心 也往往随着不同的阶段 有改变 此时 我想的 跟我 那一时所想的 未必一样 就像他们两人 为不一穷困之际 那是此意识 可是当他们拥有权力 能主宰许多利益之计时 那又是另外一时 就像我们现在 许常常常常讲 我们社会上也会讲 我们最习惯所看到的人心变化 就是 婚前如何如何 婚后如何如何 这意思是彼此 年轻时如何如何 老了 如何如何 离时彼此 人心是会变化 当然也有不变 不过就在变跟不变之中 就像了 之前我所讲的 最考验情感 以及最考验关系 都是利益 以及利益所牵扯的欲望 怀通说 幻生于多欲 当你欲望太多时 也就是说你牵扯的利益太多时 你真的不愿意放手时 而人心就不确定 至于人与人之间 到底有没有永恒的关系 各位不要去奢望永恒的关系 永恒实在是太遥远 如果彼此之间都愿意维持稳定的关系 我想这是一个人时间最好的 以及普遍能接受一个状态 后来随着这张尔跟陈渝两人各自不同发展 当时陈渝被迫退隐江湖 道王 父居信都 张尔跟随项羽诸侯入关 汉元年二月 项羽分封天下 立诸侯王 张尔会做人 人脉广 人多谓之言 很多人都替张尔讲话 项羽也数次听闻张尔贤能 于是就分张尔 分造立张尔为常山王 也就是张尔会做人 能卖广 取得更大的利益 这的确也是合乎人士一般的规则 朋友多 路子多 关系广 利益得到大 不知不知道妥当不妥当 据我所知 台湾有一个旧派的老式的政治人物 王金平先生 王金平先生 人称万家佛 这个人会做人 据说王金平帮人家站台 站台结束之后 王金平有时间 王金平会 哪怕他当时都已经是立法院院长 他依然就从 站台的候选人 到他旁边的助手 理事 包括说连他服务的工读生 一个一个亲自握手 据说你握手时 看着王金平 你还感受王金平对你的善意 结交善缘 他是凭这个起家 当然那个王天行私下那个利益操作什么 这个我们就暂时不暂时 但那个在表面上 王金平是怎么样去这样做事 做事的 后来等到那个项羽分封时 可是项羽分封完 可是项羽分封所导致的结果是不是是一场变软 为什么 因为有人没吃到糖 陈渝的门客劝项羽说 其实陈渝跟张耳一体有功于造 什么意思 他们在战争中 以及在革命的过程中 他们功劳是一样的 你分封张耳为王 也同样应该分封陈渝为王 这才算是公平 可是对项羽来说 项羽觉得 陈渝没有跟着我打进观中 他没有帮到我 凭什么 我要给他好处 你在大局上有没有战功 这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帮助我项羽 有才能到好处 你跟我没关系 凭什么 我给你好处 所以陈渝以为陈渝 项羽以为陈渝不从入观 就是没有跟着他 没有把他抬轿 没有抬他的轿 没有抬项羽的轿子 没有去捧项羽 只知道陈渝在南皮 就把南皮旁边三个线封给陈渝 并且把赵王蝎打到打发到带 后来等到张尔成为王 陈渝非常愤怒 陈渝的愤怒来自于 我跟张尔的功劳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一起开创 一起打天下 而现在张尔是王 我只拿到 我只是侯而且只有三座线 他说项羽不公平 项羽的公平不公平是一回事 这场那个为什么陈渝第一个起来 反叛项羽 并向项羽挑战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没吃到糖的小孩 于是就闹 吃到糖的 当然乖乖的 永宅项羽的统治 包括后来的田龙 以及现在的陈渝 为什么第一个反叛 就是因为 这一些都没拿到 能让他们满意的好处 所以反叛 等到其田龙判处 田龙也是在项羽分封中没拿到好处的 所以也一同背叛项羽挑战项羽 而这些人都想 赴承赛玉轮的权力大喜 这些人为什么敢于挑战项羽 因为他们觉得动乱的时代 不会这么快结束 哪怕向羽推翻了秦朝 未必意味着和平就会到来 陈渝是派人去劝说田龙说 项羽为天下宰 不平 敬望诸将 请注意这个诸将是 你跟项羽关系亲密的人 善地 跟项羽关系亲密的 就可以分到好的富有的地盘 喜顾王 千禧就是 把那些跟项羽没啥关系 把那些顾王打发到 跟他烂的地盘 因为这些人跟项羽没关系 所以被牺牲利益 而今天赵王 跑到了带 所以 因为赵王跟项羽没关系 所以赵王些的利益 就被牺牲了 愿王贾承兵 亲以南皮为汉币 就是 陈渝跟张尔天龙一起合作 他们要一同反项羽 组织成赵跟齐的军事同盟 田龙当然愿意 因此 田龙 也欲束党于赵 也想跟赵同盟反楚 于是乃派兵 从 陈渝 当陈渝一拿到兵力时 第一时间 就借兵报复丝绸 所以去偷袭 藏山王 藏山王兵败了 藏山王兵败了 藏耳败走 念诸侯没有可投靠的 他一方面想 当时的汉王刘邦跟他有私交 可是 项羽又 在当时又特别的强大 扎上项羽分封了他 藏耳第一个念头是 他想去投靠项羽 可是 藏耳的手下 劝藏耳 绝对不要走 他说汉王入关时 五星 就是在天上 金木水火 五星 纷纷 共同运作到 顶树去 而顶树 那是秦的分野 古人把天上的星树 跟地上的正躯 价以对应 叫分野 这是古代天文学 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就是地上有什么 天上就有什么 干宫根据这样神秘的心象 就直接断定 汉王 先进关中 哪怕会有取责 但最后一定成就霸业 相遇 此时虽然强大 强大只是一时的 后一定属于汉 最章儿 你应该押宝带 最后的胜利者 凭着这种神秘的命理 跟神怪 这个 这个这个 那个 章儿的选择 也恰恰说明了 在人类社会中 很多关键时刻 哪怕不 如果无法依赖理性 一切都不确定 人们很可能就看算命 神怪你不可适应 你说这东西 可不科学 各位 人类的选择 未必完全依照科学 各位不要说我鼓吹迷信 或者是告诉各位 人类的选择 的确存在很多 非科学 以及超乎科学的判断 后来汉王 等到章儿去拜见汉王 章儿汉王后遇之 可见汉王很重视 他跟章儿之间的关系 重视之间的感情 他不因为章儿 曾经得到项羽的分封 就不再信任章儿 后来章儿成为汉王的好友 欣赋 汉王甚至把女后生的大女儿 嫁给章儿的儿子 可见他们两家关系之密切 他们是儿女 后来是儿女亲家 陈瑜 击败了章儿 收复了赵帝 然后迎赵王于代 赵王复为赵王 后来赵王投桃报李 就承认陈瑜为代王 陈瑜当时考量觉得赵王力量太弱了 国家出定 国家出定 所以陈瑜 不去代国上任 不治国 后来留着 去辅佐赵王 和派下说 也像过手带 这些琐碎的史诗 我们很快掉过去 等到汉二年 东极楚 当时那个刘邦已经起兵要反项瑜 当时打算连结陈瑜 后来陈瑜开出个条件说 你们杀掉章儿 我立刻合作 后来汉王想个变通的方法 他找一个长得很像章儿的人 杀掉他 拿那个头去骗陈瑜 来换他们一时之间合作 后来等到汉王再次兵败于彭承熙 陈瑜也知道自己上道 后来就被叛 等到汉三年 韩信起兵 章儿跟韩信共同合作 急迫造景形 各位若是有兴趣去看 《怀疑猴》 关于这段 《怀疑猴》列传这段描述 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战争描述 《怀疑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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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实际比例 其实历史人物很多 有些人单独为他写传 太史公觉得太浪费笔墨 因此他就把这些人 就附在某些相近的 像冠高就是附在张尔上 而以冠高做重点 太史公为什么要写冠高这个人 其实从我们关于下面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 那可真的是 就汉代的来说 那汉代可真的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 他把那个时代的风气 以及那个时代的价值观 那种强硬 那种刚强 那种宁则不屈 那种力量 展现出来 只有是汉代 才把那种人格的力量 充分展现 我们甚至可以说 就像太史公的文章 你去看太史公文章 文章的转折 永健有力 此后后来人 但也没有人 有像太史公那种 强健的力量 那是那个时代的特质 哪怕后来韩裕 唐代的韩裕 再能写 都写不出那种气质 那至于冠高呢 冠高的故事基本上很简单 冠高的故事就是他 他他他他高主不爽 想干掉汉高 就这样的故事 乱成这次的故事 据说汉高祖汉七年高祖 后来去赵 当时赵王就是张儿 就是那个张敖 应该说张儿就是他的女婿 据说赵戏 坦就是脱掉一服 勾臂就是脱去上衣 戴上皮套 据说他赵王会刻意的装扮自己 穿上专属的服装 因此自上时 因此替刘邦端饭上菜 表现得极其卑微 由子婿女 也表现他的孝敬 因为张儿子的赵王张豪 他娶了刘邦的女儿 鲁元公主 就是刘后生的女儿 他是他的女婿 而刘邦呢 几句字 就长个大腿 痛骂记的女婿 他的双腿骂姐 胜慢一只 非常傲慢 目中无人 刘邦长 插着大腿 骂了 这个积句 基本上有人说是长生两腿而坐 就是 就是在古代 这是一种最放肆无礼的样子 不刘邦的傲慢 贴阿勒来这场莫名的杀戟 当时赵夏冠高 赵武等都六十岁 年六十余 故张儿客 他们原先都是张儿的门客 生平为气 就是 以他们平日作风 动气节 讲义气 于是那个冠高就 愤怒的说 吴王太软弱了 在汉王汉高主面前太软弱了 因此官高不爽 就想干掉汉高主 有人说 为什么官高会这么想 因为 高主年轻时跟着张儿混 官高那些都是同辈 后来等到汉高只从皇帝摆瞎子 官高看得不爽 所以笨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合乎 日子的一个猜测 推测 后来官高就劝赵王说 不天下豪杰 并且能者先礼 什么意思 他说 这是个动乱的时代 哪怕天下才刚平定 未必不可以再一次重新的权力大起盘 只要敢打 再次起兵 未尝不可 他说今天是高主圣公和高主无礼 请未尝不可 所以赵高因此就说 他干掉汉高主 请让我为了你 干掉汉高主 当时张豪吓得咬着牙齿 这是表示决心 他说 你们怎么能够讲这么荒唐的话呀 张豪说 且先人 就是那个张尔 张尔 撕掉国家 被称于撕掉国家 打败撕掉国家 拖高主的力量 重新建立国家 得留子孙 秋豪 所有的一切都是高主的恩赐 愿君不要再多讲这 他背你 后来灌高 他们几个手下 自作主张 私下谈说 哎呀 我们做错了 我们的王 不是我们想象的软骨头 他是个厚道人 不被得 感恋人的 感恩的 好人 只是 冠高觉得 我们这样的人 义不如 绝对不该轻易受 今天高主在 赵王面前摆家子 我们看得不爽 就该杀掉他 我们自己做决定 不必牵扯到赵王 何乃乌王为 就是怎么能够玷污 带王的亲 可见得赵王的手下贯高 他们自作主张 把赵王撇开 想设计 占掉高主 他说 成了 就让赵王拿好处 似曾贵王 就自己自己承担 失败独生主 等到汉八年 上 从东还还 据说过了造地 道高等人 乃 毕人 这个毕座动词就是 在毕后埋藏 五百刀扶手 毕就是 夹毕 藏人 就在博人 博人是个地名 就在博人这地方 埋伏 藏人于夹壁 腰之自策 就是 那个腰就是半路伏击 那个字是指驿站 就是准备在驿站旁边 伏击 那个策不是厕所 有人说是厕所 有人说那个策就是 边策的策 都说得通 打算在驿帅旁边 伏击流霸 举杯为好 杯子一丢 五百刀扶手过来 把高祖干费 那时候他们都已经 已经不好设计 只是 汉高祖经过这地方 忽然 莫名 来了 心血来潮 警觉 可是某种莫名的灵感 高祖觉得这地方不利 因此他就走 他就问 这个地方 叫什么县 他说 博人 博人者 不货于人眼 太不吉利 你才赶紧离开 虽然赵王的手下制作主张 可是那个什么 汉高 汉高祖 躲开了 这场杀机 八年的事情 隔一年 九年 灌高的仇家 知道灌高 想设计 杀掉汉高祖 因此就上 辩 就上书去告发他 于是汉高祖派人 逮捕 赵王 灌高 据说当时失败时 当时灌高 十几个人都 分的自杀 灌高就偷骂这些人说 谁叫你们去死啊 这时候死 难道不担心牵累到赵王吗 今天赵王 实在没有介入其中 而把赵王一起逮捕 你们死了 谁来证明 王 没有造反 其实这时候失败 赵高等人 仰死 说起来 是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在赴死过程中 也是更轻松 什么意思 相对活下来 严刑考担 得凹刑啊 承担一连串的刑罚考担 这时候的自杀 实在是太舒服了 可是活下来 可是你们若是死了 这几个人 介入其中 这十几个人死了 被阴暗被天人造亡 能说清楚 那不也就一流一通白死 又该怎么办 各位 汉朝是个 急 在这点上 他那个基本上是延续秦代 他是极 苛酷 就是极重体罚 严刑 的时代 所以后来汉文帝时 才有那个 才有提音 上述汉文帝说 求 朝廷 宽勉 漏行 在汉文帝之前 那个漏行 可怕 可怕到 后面会讲 冠高说 死之绝对不能死 死了 我们对不起 赵王 对不起张王 因此 建车 交之 建车就求之 交之就是用交 把木头 年牢 以防 犯人逃逸 就是冠高等人 与王一长安 自张傲之罪 后来 上高主乃赵 赵群臣兵客 有甘从亡者 接竹 竹就是整竹杀光 冠高级客 梦书等十余人 接至昆钱 昆是 先把头发剃光 钱是指 用铁 钩 套着脖子 作为王 的奴仆 重来 灌高制 对于 就是在 保问之际 灌高说 一切都是下属 自作主张 王 没有吃不吃 注意在当时 叛乱案是失败的 可是谁都晓得 叛乱 乱的核心就是 谁是主谋 因为就一般人来说 真的只是灌高 赵王没揭露吗 你是赵王的宰相 赵王一点都不知道 灌高会不会是赵王 帝居宝帅 给出的牺牲品 目的只是为了掩护 躲在背后的灶 据说当时肉行肉行到什么程度 据说那个立志 棒 棒是用木头很难找抽打 用皮边很难抽打 在灌高身上打了四千次 刺夺 还拿椎子去刺他 逼问 这位是谁 据说逼问到灌高身上 全部无声无可及者 全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全部都烂掉了 顶多六条火灭 灌高依然没有改 没有改变了 到这个地步 灌高依然说 王不止 有人说那个深无可及 就这五个字 把那个惨毒不堪写进 后来旅后 因为旅后女儿嫁给张傲 旅后因为鲁园公主缘故 因为 因为那个如果张傲真的叛乱 一定会影响旅家在汉代 当时政局的地位 旅后就说 张傲不该会做事 汉高主气的 他说张傲若赢得天下 哪会起扫 哪会扫儿女 相与女儿这样的人 就是你得到权利 哪会扫漂亮女孩 但是完全不听 旅后讲这些屁话 我觉得旅后为了自保 一张傲讲话 可是另外 庭位 庭位是官方的 司法院院长 直接把冠高 他说把冠高打得悬生破烂 冠高依然坚持 到往不知道 让高主听了 感动 而且这种感动 有那种强烈的佩服 熬住这样的刑罚 不变 他说不放死 可是汉高主还想再问一次 再检次 有没有认得的人 以私交再检这 这事的对处 是非对处 后来就有人说 曾知见面的人 知道这个人 注意这段话 注意太史公 连用三个 情容词 来描述冠高的人格特质 他说 只顾赵国 立民意 就是讲道义 不轻就是不变 不轻就是不改初衷 这是他讲他人格特质 违然弱就是讲说话一定兑现 注意这是用利益名义 不轻 违然弱 这三个形容是在讲 灌高的人格特质 而这种人格特质 是一种硬击凶的表现 因此丧死谢公 十节 所以这代表汉高主 问之便于全便于就是腾胀 因为当时那个什么灌高被打到 已经全身瘫痪 战斗站不起来 都探高就说艰苦的抬起头问 谢公吗 那仰视约讲 主持是灌高 且他痛苦难以动弹情状 据说谢公 就讲 劳苦如生平患 就像对待好友一样 跟他谈 谈好 就问赵张王 到底有没有介入这件事情 因此才这是这一段案子的关键 其实灌高什么 基本上都是小人物 真正的大鱼是张王 如果张王无骨不介入 那是最好 那灌高说 人情谁不在乎自己的父母妻子 今天我的三族都因为我 供死而被判死刑 我哪里舍得用我这么多家族的秘 去换赵王 实在是赵王 实在 他不知道 他没有谋反 而这些都是我们干的 自己私下干的 据到本子所以为王 就把赵王绝对不知道的事情 禀告 王上禀告 于是谢公路报 就是汉高主 信了这件事情 赵免赵王的罪 而更重要是 汉高主 言灌高 他重视 以及他肯定灌高 这个人能力拦络 忠义气 讲道义 说话算话 注意 这个可见 汉代是一个极其崇拜 英雄好汉的时代 后来有人去借此去赞美汉高主 赞美他的胸襟 高主不因为灌高 想杀他 他不在乎 可是高主更看重灌高 在这种 你般言行靠打后 依然坚守原则 而认为这就是人才 而高主爱才 能宁死不屈 讲刚烈性格 就是英雄 所以说汉代 我的老师教我 他说汉代是个崇拜英雄的时代 顿是英雄 是那种崇拜 刚见有利 如执行般那种风格 他里面没有参入任何的利益 任何复杂事 不像后来就许多复杂的利益 复杂的思考在其中 一旦牵扯到这些利益 就变得软弱 就容易变得软弱 其实那个讲句题外话 为什么汉高 为什么太子宫 觉得自己受攻刑 就不是男人 而会误助到那个时代 误助到这个地步 所以跟那个汉代那种时代风气 有密切相关 那是个崇拜英雄的时代 后来刚刚 得到回复就问 谢公跑去跟 冠高说 张王已经被赦免 同时也赦免冠高 冠高高兴说 我们的王真的 无罪吗 谢公说 真的 不用再 真的 谢公还说 叛高主 恩众主下 同时也赦免 你叛乱的罪 冠高说 我之所以不死 忍受轻拔 目的只是为了去 证明 张王绝对没有谋犯 这是我对张王的偷意 今天王活了 我的责任了 没有遗憾 况且 汉高主虽然看重我 我曾经想杀他 何面目再侍奉高主呢 众上不杀我 我不愧于庆 难道我温馨无愧吗 因此抬了头 自杀 谁死 就在那时 当此之时 关高 明文天下 注意太史公 借此 明文天下 讲 那就是那个 崇拜英雄好战的 时代风起 把那种 刚厉 刚强 表若无矣 当然 话说回来 这样的刚强 好吗 如果你从老子的角度来说 不是太好的选择 不过在汉代 就当时的历史记录 太史公路文字 告诉你 这就是那个时代 所真正标榜 以及崇拜 他未必在乎你多有钱 我们这时代是崇拜有钱的 时代 做资本主意一下 我们是在崇拜有钱 可是那个时代 崇拜这种 斗意 那时代 崇拜这种道 以及那种刚强 宁则不缺 那是那个时代 崇拜 这个 可以说太史公特别去记冠高 这个人 因为透过冠高 可以看 汉代 时代 时代 风赏 那个时代的风赏 一个时代的价值观所在 就透过这个人 冠高 这个人 透过崇拜 冠高 这样的人 直接 记载 在 列传之中 例如太史公为什么写列传就是 那些列传都是特殊人物 而足以记载一个时代 而冠高 记载了 看 特殊风赏 那个英雄的时代 所以太史公写了冠高 不写这段小事情 其实冠高 若 真的 想让自己好过一点 他应该在事发之时 就自杀 不过这样会迁累到 赵王当劳 不过冠高 干不出这样的事情 他是让自己受到百般的苦 呃 烈的死掉 后来 在太史公那个太史公约 在张奥 张奥 成余列传 在太史公约 没提到冠高 不过只着眼于张奥跟成余 目的也只是提个问题 就是 太史公说张奥跟成余 人们说当时他们所传的贤者 据说其宾客私益 他们家的宾客 以及 补充的奴仆 都是天下俊杰 所居国 他们旁边的人都能够拿到 作为取得倾向 都是人才 这我们可以说这是对张奥跟尔 两人赞美 两人身边 哪怕是奴仆 哪怕是奴仆 都是人才 都不得了 可是太史公问 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南章尔 南章尔曾于死居约时 当他们最贫穷之际 相南信 他们重义气 讲契气节 愿为对方而死 关键之际 起固问在就是哪里会有犹豫呢 在那个时候哪里会有犹豫呢 可是 此一时彼此到后面 等到巨国争权 逐相灭亡 最后他们为了利益 互相毁灭 何项者为什么过去 相慕用 彼此仰慕 彼此互相帮助 那份诚意跟真情 到后来 互相敌对到 这样可怕的地步 后相被之利 岂非以势力交哉 不许也就是因为利益 毁坏了一切 这是太史公对人心 以及对友谊一种感慨 而人心往往在利益的考验下 通常会辩子 你说人心是不是一定会因为利益而变子 不 各位有机会你们去看管验列传 那可他们之间可真的是承受厉害的关系 而永远不变 这就是人性的复杂处 以及人性的不确定处 以及 人性的神秘处 总有变 也总有不变 就像我们之前讲三国演义 讲刘备 我们讲成余 有人变 有人不变 读到历史到后来会有一种 偷脱一切的那种坦然 会改变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因为利益改变 这很自然 同时我也可以接受不因为利益而改变 这同样也很自然 在你接受这样的过程中 就有一种招呼历史的一种冷静跟 超懒 那最后 张太子公说 两人名气虽高 宾客虽然多 可是所走的路 所游就是所走的路 哎呀 跟那个吴泰博 原因即使才差太多 这是批评 我们到这边 我们就结束了 关于 张耳跟陈玉烈传的那个介绍 一切就像是我们今天开拓所讲的 太子公借这件事情 重新再去检证 内人之间友谊 以及重新再次说明 利益是对情感一个极大的考验 考验结果如何 不知道 有些不是太好 有些 还不错 不过张耳跟陈玉这个 潜难不是太好 可是各位 不要因此就对人性绝望 你真的对人性 人性绝望 那你也不见得是个真正的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中国人读历史所得到的智慧 不是让你固执的去抓某一点 就像孟子那个比喻 你如果坚持抓住A 你失去B 你抓住B 你也失去A 孟子说 你该直中 你该中道而行 什么意思 有时候A是对的 有时候B是对的 有时候AB都是错的 你啥都不用抓 孟子说 这才是最好的 各位注意这就是智慧 中国人所要求的智慧不是 挖住某点 证明这个世界 依据某个特定的公理 如同一加一等二 这样特定公理运行 不是 中国人智慧是 知道某些状况 一加一等二 这样的公理 的确存在 你也有那样的 余裕接受 很多时候人事之间 这一些不成立 而你不会因此 固执的 因为抓住某些 而让自己愚蠢 这是中国人独立史的智慧 还有打官 好 希望我今日的分享 能让各位有些收获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